民進黨高雄立委打頭戰 陪黃傑車隊掃街 基金黨陳柏惟 野南夏 站在後面的車上 眼界問候 要大家六號出來 投下反對罷免的一票 這個我們是帶來民主的優勢 不是帶來誰的票的優勢 主要是讓大家出來投票 不管你同意反對 我建議大家都應該要出來投票 這才是對罷免這一次 這個制度的一個 對我們重新的認識 罷免倒數階段 黃傑一大早就開始站入口 拜票 跟眼界準備上班的民眾懇託 二月六號 大家一定要投下 不同意罷免票 終止這一場報復性的罷免 根本就不記得 他是民意代表 今天就不記得 就不敢嘛 罷捷團體借力使力 在黃傑拜票地點廣播嗆聲 甚至出招控告蔡總統 說他公開宣示反對罷免 是違反選罷法 這一年下來 高雄鳳山人好忙好忙 從去年一月十一總統大選 六月六號罷免韓國瑜 八月十五高雄市場不選 現在又有黃傑罷免案 我覺得很煩 我都沒有去投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資源 因為這個是全國之罪 對 然後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一定會去投票 一年頭四次 高雄鳳山破紀錄 黃傑能不能繼續留在高雄市議會 要看鳳山鄉親認不認同 罷免正當性 三內新聞綜合報導 雙鳳山